一幅幅水墨工笔画作 展现出花 鸟 人物的特色 这次展出的作品是由艺术家吴秀丽 和画师学生的共同创作 每个画作内容细腻 颜色缤纷 让欣赏的民众有一种创新的视觉感受 创作者大部分都是我们新竹市 科技界的一些家庭的成员 非常特别这个意象 当传统跟新竹科技相结合 这样的一个意象的对比性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相信观众到现场来看 也可以看到说 他们虽然使用的是一些传统的工方的绘画媒材 可是他们表现的手法 常常是跟西方的一些绘画技法做结合 所以看到的一些画面呈现方式 跟我们传统所看到的一些工笔的画作的方式 是居然不同的 所以欢迎各位视频朋友能够到 即日起到8月20号 来到我们新竹市文化中心的眉面画廊来做参观 工笔画讲究技法 工整细致 将传统国画的工笔水墨和西式艺术做结合 这些作品也可以看出学生们对国画有什么样的体悟 画出各自的故事 策展单位也希望透过这次的展览 让更多人对艺术有更深的兴趣 学生群很广 有从家庭主妇一直到现役的国小学生 还有一些像我们一样大学生都有参加这次的展览 然后这次的展览主题单亲银 就是单亲是指画 银就是歌颂故事或是诗意的意思 然后这次我们每一幅画就是都有每一幅画自己的故事 还有构思 这些学生都是已经有作画大概超过三四年的时间 然后累积起来的作品 老师就认为说我们可以大家就是做一个展示 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工笔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忆 然后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欣赏 他们每一位学生作品背后的故事 学生献花给吴修丽老师 感谢老师这次让他们有机会 让自己的作品参与这次的展览 展览期间8月9号到8月20号 在新竹市文化局梅院画廊和琉璃画廊展出 欢迎市民朋友前往欣赏 凯破新竹万事连 实习记者吴雨婷采访报道